三从次得,我们只剩最后一得了,有复工 妇女要做的工作 这个是宏观上的 现在一说工作,好像就是在外面做一些事 那很多都是给别人做的 不是给自己家做的 那你换来的事 就只是一点经济收入 那你家里的事谁做 以前妇女是不用出门的 那男人在外面就够了 现在你说压力大呀,找一些外在原因 那你要攀比那些荣华富贵 追求这些,那当然 钱是赚不够 那家里真的料理好了吗 其实这才是前提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其实一个家庭祝福很忙的 那忙什么呢 首先家里的一日三三谁做 你出去工作 那老公自然是要工作的 那一日三三 在外面 没有了温情 没有了家里的温暖 那胡吃还算呀 感情渐渐就大了 没有了做饭还有洗衣 那洗衣当然比较简单了 就往洗衣机里一撩 但是如果是用新的女性 你会发现很多还是再高级的洗衣机 也不如人来洗 有些真的洗不掉 你就要补一补刀啊 那好了也不管了 那家务总在收拾了 你说我赚钱去顾房屋 那当然这样的比较少 大多就还是自己干的多 但是你在外面忙完了又回来 好像连这点工作都懒得做 那心都是不安的 我不愿意做不心甘情愿 能不能做好先不管 都是一堆牢骚 整个屋里这个气场充满了 能合吗这个家 当然不是反对你出去工作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社会女性的职业 那秘书自然不用说了 但是你在看服务水 有的老板不行 那就不要得哪个服务哪个 说来都难听 文秘当然还是女性好做一点 那负责沟通啊 负责文件啊 男人干这些总觉得很窝囊 那你说高级的秘书 男的人也有 那些如果真的是比较大的事情 那男人上可以 值得 那老师尤其是中小学 幼儿园 那女性很亲切 跟孩子本来就说了很像 所以这个也适合 还有一些艺术类的 唱歌跳舞 你看女性就表现她这种恶怒多姿啊 美好的歌声呢 就确实比男性往往很欺人 你会发现现在男人的歌 好多歌声 是不是跟这有关系呢 说的就太哄过了 男人就要阳刚就要怎么样 这个时代普遍就 阴柔 那知阴还不够柔 那麻不麻烦 柔就要乱柔 这就没法弄 古代都是南庚女制 那做衣服 现在都是用买的 那你纯手工的跟那个 都是不一样的 你做出来的菜也是一样 味道不一样 以前方方不古 人都很会过日子 现在买了就丢 从来不知道这件 我什么时候买过 丢了也不知道 那就这样 你看这些问题很严肃 如果都拿出来 很严重